准备了这样的一个不一般的发布会 哪里不一般呢 是因为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嘉宾 他是解锁了新身份 赛车手身份 也是欧莱雅男士全球代言人 他是谁呢 是谁 没错 就是我们欧莱雅男士全球代言人 吴亦凡 那今天观看我们活动的各位朋友们 你们有福气啦 什么福气呢 因为最近正是我们欧莱雅男士店铺双十一的预售阶段 不仅有很多的优惠活动 在我们活动现场 也会发放限量大额优惠券和周边福利 同时呢 今天在我们的发布会现场 还会有我们现场反反现场教学赛车 各位你们期待吗 嗯 一定非常期待 那我们话不多说 观看活动的各位朋友们 欧莱雅男士吴亦凡的弹幕 快快刷起来吧 欧莱雅男士吴亦凡 一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字 顺速的刷出来 提示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提示 就是我们这边 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将我们的手机横屏来观看 我们本场新品发布会的全部精彩内容 横屏观影效果更加哦 那接下来 让我们共同来欢迎到 欧莱雅男士全球代言人 吴亦凡 登场 有请 横屏观影 大家好 横屏观影 横屏观影 请各位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好的 大家好 我是欧莉凡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欧莱雅男士新品发布会 和大家见面 哇 我们看到我们的评论区 大家都非常开心能够见到横屏观影 同时呢 也非常欢迎横屏观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留言抓紧时间刷起来哦 同时也让横屏观影 看到我们的热情 那今天呢 我们也将会有一大波福利放送 是的 注意了 观看我们活动的各位朋友 有机会抢到限量399减100的大额优惠券 哇 更由我们凡凡的亲笔签名礼盒和亲笔签名照送出 那详细的信息呢 各位可以实时关注我们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上方的贴片 它是滚动师的 那同时今天想采访一下我们的吴亦凡 来到我们活动现场感觉怎么样 哇我觉得太酷了 非常非常酷 太酷了是不是 主要是因为你一来 就是我们现场整个颜值都被你拉高了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这个确实很符合我的新身份是不是 而且我们看到凡凡今天的穿搭 就是我们今天活动是欧赖亚男士新品发布会嘛 还是蛮契合的 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穿搭吗 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礼盒很像 就是黑色的这种色系 然后是一个这样的特殊材质的一个西装外套 然后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小背心吧 背带这样的东西 就最近我非常喜欢的一些 包括项链啊什么的 一些小配饰 就是感觉整体是有这种层次感的 而且也很酷炫 谢谢 跟我们今天活动真的非常搭 非常搭 也不愧是我们的潮流主理人 潮白主理人 那观看现场的各位 小伙伴呢 抓紧时间拿出小本本记录下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反正除了潮流啊 说唱啊 还有一些这个作曲之类的领域 最近解锁了一个新的领域 赛车领域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赛车嘛 对 我自己因为从小很喜欢车 然后去年吧 开始去年年末 今年年初开始就是接触赛车 然后就开始越来越上瘾 对 那关于赛车这个话题 想问一下凡凡 你是喜欢赛车什么 我觉得一个是他会让你非常专注 对 因为驾驶的过程中 其实你是需要非常集中的 对 记忆力高度集中 然后我觉得是一种 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 对 然后第二就是他的那种 无畏的那种精神吧 对 就是因为其实还蛮需要胆量的 然后是一个比较 赛车运动其实还是算极限运动嘛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是 充满了挑战性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种 寻找这种感觉吧 让自己保持年轻 然后同时也是速度感吧 对 那其实作为一名赛车手呢 我们知道就是 希望在生活当中 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快一点 其实赛车虽然快 但是很多的时候 其实赛车手都是需要 花很多时间去练习的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需要 包括需要这样 可能音乐也是会花很多时间 在录音棚去反复的去 去抠每一个细节 对 都是跟表面上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对 还是要注重这些点的 所以也感受到了 凡凡对于自己这种非常高的要求 那我们言归正传 这个高光时刻来了 所以对于护肤这个环节 我们凡凡是不是也有比较高的要求呢 对 这是一定的 因为常年经常要出镜 然后要拍照 各方面 所以其实护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几个环节都很重要 但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第一步 我认为 就是洗脸 对 那像这款欧拉雅男士洗面奶 那我觉得这是 我用过 就是这两款我都有 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温和 非常舒服的 然后 我个人认为清洁是最重要的 其实 对 一个是温和 一个是舒服 然后清洁能力也很重要 所以大家 你们get到了吗 那我一会儿要问我们 这个欧拉雅男士这边 这一套能不能送我一份 我们这个私下解决 好不好 私下解决 同时呢 正在观看的各位朋友们 如果你们听到 凡凡的护肤秘诀了吗 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这套 欧拉雅男士 洁面星皮 洗面奶套装 它里面只有两个颜色 这个颜色真的是很酷炫 非常酷 而且它跟我们今天活动 主色调是相搭的 对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颜色 黑红 对 一个是黑色 一个是红色 然后整个外观 也是非常的硬朗 非常帅的一个造型 我们知道 其实它是能够早晚分工 早晚变帅的 快跟上它 一起做好我们的截免工作吧 那刚才我们说到 赛车这个事情 现在我们继续说一下 我听说凡凡过两天 要去参加这个赛车的活动 对对对 是的 所以说最近练习很紧张吗 最近练习 其实也还是有自己的节奏吧 对对对 因为很多时候赛车也需要 就是有团队啊 有技师啊 然后也需要赛道有这个开放日 对 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 去劳逸结合吧 当然我在工作之余 尽量的时间的时候 都会去赛道上面去练车 那其实就是为了能够 不断进步一方面 进步一方面是 能够保持一个高水准的发挥 在那个活动当天 对对对 所以凡凡为了这个事情 还是做了蛮多的准备的 那当然 在我们线上直播间的 各位粉丝朋友们 现在呢 我们要给我们的凡凡加油助力 各位 共同在我们评论区打出 凡凡凡加油四个字 杀起来让我们看到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给凡凡加油 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啊 其实还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玩的环节 是的 我有看到 神秘的微笑 什么环节呢 想告诉一下各位啊 现在我们正式揭开这个环节 因为我们现场有一位 这个赛车爱好者的小伙伴 也是我们欧赖亚男士品牌 还传播的好朋友 想让凡凡在现场 来点评一下他的赛车实力 哦 这个有意思 好好好 来看一看 他和我们 这个赛圈速记录还差多少 好不好 那我们就 这个闲话少序 现在 请我们移布置我们的专区 来凡凡这边请 今天的surprise 对 同时呢 在我们现场直播间 各位观看时候 可以将我们的评论区 充斥起来 来凡凡这边请 可以站到我们这个位置来 是 赛车 这样的一个空间 真的非常帅 非常非常帅 那同时呢 今天在我们现场 我们现场隐藏了小星机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来到的位置 隐藏赛车间 隐藏赛车间 来请我们反正看一下 你觉得这个现场怎么样 太酷了 太酷了 赛车模拟器对 那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玩 最近比较忙 没有什么时间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赛车的一个练习的方式 在家就可以进行的 对 对 非常方便 那现在让我们共同请出 我们这位同样喜欢赛车的 型男伙伴 Eric 来 来到我们舞台上 有请 欢迎欢迎欢迎 好 那我现在请Eric 直接移步到我们的挑战机 做好挑战准备 哇 真的好期待 是的 这个摩影器还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对 是 那今天我们就有请 这位幸运的 型男伙伴 在我们的发布会现场 给各位来展示一下 同时呢 在凡人面前也不要太紧张 先选个赛道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Brands Hatch 可以 非常有名的赛道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将正式开启 首届欧赖尔南市场地赛车 同时请我们的专业的繁范 来进行实时点评 各位朋友 这个福利不要错过 好的 那我来点评一下 现在驾驶的车辆是 这个GT3R GT3级别的一台赛车 然后 这个场地是Brands Hatch 好的 我们现在开始了 好 现在还是赛前准备 还没有开始 现在这个环节是赛前准备是吧 没有 它现在是 还没有正式 它是动态起跑 动态拔车 所以应该还没有 真的好专业 马上 马上 看 绿灯 油门 全油 油门 给到底 我觉得可以换个视角 再换 可以 我们这个隐藏的空间 真的非常棒 好 不用担心 慢慢先 好的 好 跟着这个路线 好 可以 可以 档位可以降下 现在档位太高了 再降一个档 好 刹车 刹车 过 好 试镜弯心 好 全油 全油 油门 踩踩踩 踩踩 好 就车 好 再刹车 点一脚刹车 哇 这个圈真的是 转圈一定要快 发型才不能乱 稳住 从外面 从外线 对到外线 好 然后重刹一脚 好 慢慢松 慢慢松刹车 油门等一下 先吃进弯心 好 慢慢开始给油 好 全油 好的 继续行驶 这段是高速路段 可以油门一直踩的 油门一直踩的 好 升一个档 好 一直踩一直踩 好 继续升 前面这边需要刹车 需要点一下刹车 轻点 好好好 带着速度进去 降一个档 再降一个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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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对 好好好 可以升 升一个档 好 前面这边点一下刹车 好 进 进弯 进弯 不用刹那么久 对 轻轻地刹开就可以了 我就是 主神看得一脸懵逼 不太懂 这边刹车 刹车 刹车 好 好好好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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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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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声音 所以我在这里 刹车 刹完 而且我们看到两侧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广的视野 是一个广角的视野 可以看到左右两边 先回到赛道 好的 好 升档 再升档 今天凡凡的解说 真的是 非常非常专业 冲刹车 好的 好的 好 油门 全油 全油给起来了 好的 好的 好 那现在就马上要冲向 终点线 这样就完成了 马上就完成一圈了 好 加油 加油 OK 这样就完成了一圈了 哦 这样就跑完了一圈了 好的 好的 其实这样的一圈 我觉得时间还真的蛮长的 蛮长的 在这种高频的运动 感觉好热 好 那我现在 开的还挺好的 想问一下我们的Eric Eric 就现在怎么样 还过瘾吗 发挥出你的日常水平了吗 没有 我觉得 我 我今天有点紧张 就我第一次上赛道 第一次上赛道啊 那是非常不错了 已经很不错了 那我们这位朋友 真的表现得非常棒 那现在 我们先请Eric 回到我们这个舞台下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见 我来把这个进入一个 哇 Favel 贴心 其实我们这个环节呢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当然了 我看 反正对于我们这个赛道的 这样一个斟酌和考虑 一席解说 这个好像 非常优秀 好 这个我无法按针 OK 可以了 你真的 好懂 我们Eric 都没有你懂 这个其实我也没有玩过 这个 这个游戏我也没有玩过 每个都不一样 每个都不一样 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游戏 觉得还不错吗 就是平时会做这样的游戏吗 诸如此类 我平时有时间 之前在拍戏的时候 也经常用模拟器 对 模拟器其实很多时候 可以帮助你 就是熟悉那个赛道 对赛道 然后还有就是 掌握一些刹车点 然后感觉肯定还是不一样 跟真车 但是可以做到一些 基础的练习 然后可以在家 玩模拟器的朋友 可以先把那个辅助都关掉 对 赛车时有很多辅助 比如说这个防滑这种系统 各方面都可以把它关掉 然后去 自己学会去控车 对 所以其实模拟器还是有好处的 对 可以多玩一玩 那刚才我们那位选手 就是Eric 他来到现场 还是第一次 你觉得他表现的还可以吗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还是不错的 那当然还是要熟悉赛道 对 主要是刹车点 没有特别熟悉 然后呢 档位的降挡 这个刹车同时配合的降挡 然后过弯的各方面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对对 因为整体来说 还是完成了这一圈 然后可以再练习一下 把那个路线走得再好一些 然后每个弯保证能把弯心吃到 然后更早的开油 然后刹车可以 就是有重有轻 对 有一些重刹区可以快点松掉 然后轻刹的地方可以点下刹车 然后带更多速度过弯 对 那你觉得他能够直接上赛场吗 这个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 但是一定要是在装备齐全 然后呢 这个安全的赛道日这种情况下 然后车辆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慢慢地去尝试驾驶真车 对就是不要一开始就开得太激烈 那其实都是可以去慢慢去安全地去体验的 对 哇 凡凡你的这个建议和点评真的是很良心 就是一般的一般的这种比方说教练啊 或者是赛车手啊 对面对到这种学员 我自己都看不过去了 不会不会 因为真实驾驶的时候肯定不会像这样开的 对不对 真实驾驶的时候自己也会有一些拿捏嘛 就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么有自信的时候 会稍微地慢一点 对对对 刹车点会早一些 然后开得也稍微地稳当一些 这样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力朗的运动 就是感觉很有就男子汉气概的运动啊 确实确实 当然其实也有也有女性赛车手的也是有的 哇那真的非常酷萨了 对非常非常酷 对只是稍微只是比较少一些 其实我觉得这跟我经常做这个hip hop 就是说唱音乐也是类似的 对都是都是男性多一些 但其实是其实是都是可以的 对大家都可以去尝试 那当然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上赛道 赛道之前可以玩一下模拟器 可以先试一下对 是那刚才我们不是也说到力朗这个事情了吗 其实做好截面人也会更加的力朗 对对对 所以大家要首选今天是什么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对 好那同时呢 今天我们的这个环节就告一段落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邀请凡凡再次回到我们的发布会现场 与各位共同见证更多精彩内容 来凡凡凡这边请 走 来我们评论区各位朋友 你们觉得我们发布会现场 有没有发生一点微微小的变化 一点微微小小的变化 我好像看出来了 凡凡可以做个提示 好像多了一张椅子 那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吧 那同时我们凡凡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男士的活动 除了他精彩屏幕解说之外呢 也给我们粉丝准备了重磅惊喜福利 你以征取更多时间来问几个 所以想问一下我们的反饭 准备好了吗 啊 突然有点紧张 对你这么说 对对对对 有一点紧张 准备好不害 不要紧张 可以说这些都是来自我们 啊 梅格尼的爱 那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始 我们的问答环节吧 那 第一个题可以说 啊 有点水准 不会是我们的反饭粉丝 怎么问的呢 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问题是 歌手 演员 赛车手 你最喜欢那个身份 哦 其实都喜欢的 对 然后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每件事情都有不一样的体验 那其实音乐是我自己非常 就是一直会去做的事情 因为这是我其实最初心的 一个出发的地点嘛 音乐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 个人很自我 很表达的一件事情 对 那其实演戏是我觉得 好的角色 好的剧本 是非常吸引人的 是我也会非常想去挑战 去尝试的 对 那赛车的话就是 当然是最新的这个新宠嘛 对 确实是非常喜欢 但是我觉得其实 这些事情是没有排名的 都是我自己愿意一直去 努力做越来越好的一些领域吧 对 所以说喜欢才能够 把一件事情慢慢地做好 对对对 我觉得热爱 非常非常重要 热爱非常重要 然后热爱很重要 其实坚持也非常的重要 没错没错没错 那坚持什么呢 一方面是坚持我们热爱的东西 另一方面一定要坚持 在早晚使用到 我们的欧赖亚男士的 截面套装 帮助我们打造一个更加 干净清爽的形象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对不对 那同时我们来这个揭晓一下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其实第二个问题我特别喜欢 我特别特别喜欢 第二个问题 主持人这边就不含乌其词了 来给各位公布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 你最喜欢的食物 那肯定是火锅 对对对 我最喜欢吃火锅 火锅是吧 对各种各样的火锅 我特别喜欢吃火锅 但是呢 你也是 对我也特别喜欢吃火锅 但是我吃火锅就会发现 如果说连续吃两天 对 第三天一定是要不然冒豆 要不然出油非常厉害 确实确实确实 对 所以吃辣呀油腻呀 是非常容易长豆的 那我们这里呢 就有这样一套 我们的豆豆克星的产品 这是我们的火山岩三件套 我们给各位展示一下 我们中间的这个洗面奶 大家看到了吗 全新的包装 整个形象是非常的清爽丽朗 其实我接触到我们欧莉亚男士的产品 是很小很小的时候了 我们会发现这么多年的改变 就我们的包装真的是越做越棒 而且我们整个成分呢 也是更贴近于我们男性的各位朋友 当然 如果你是大油田 是我们的女生朋友们 使用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一款 整体颜值啊 包括整个色调 真的颜值非常高 希望各位可以get 好吗 支持我们 好不好 嗯 那接下来呢 其实主持人说这么多 还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问题 当然 主持人有点私心 就是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反泛最近的一些 就是工作上的事情 比如说 最近有没有 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有没有一些 觉得很有趣 或者很美妙的事情 最近吗 啊 还是挺多的吧 对对对 那其实我刚刚结束了 我上一个 受伤节目的录制 对 刚刚 刚刚录完今年 然后已经 做了四年了 然后 也是感触蛮多的 大家可以去 去到处看节目 然后 最近马上迎来这个 赛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我 可以说 今年目前为止 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吧 对对对 因为我很想要在 这个 这个场上 就是好好地能够 施展一下身手 然后终于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非常期待 过几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 好 那接下来 这个我们的问题问完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回答 各位粉丝你们的问题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粉丝的问题 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 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 OK 要过生日了 要过生日了 新的一岁 有什么目标 和想要做的事情吗 确实 是有点猝不及防 有一点 这个因为三十而立了 马上就要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 蛮重要的一年吧 那我觉得 我是希望能够 当然是继续做自己的 这个 把自己的分内的事情 比如音乐 比如说 影视各方面都能够有 继续的作品 带给大家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确实我是 挺想要去 在明年挑战一下 职业 菜车手这样的一个 一个身份的 对对对 那其实 看看能不能完成了 就要看自己 有没有这个实力了吧 我觉得 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 算是新的一岁的一个 新的一个目标 跟一个 全新的起点吧 就是一个 对 反反刚好回答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下一个问题 跟你这个问题 真的很接近 可以算是一个延伸 好好好 一个延伸 好 这个问题怎么问的呢 去练车 几点起床 哇 这问题真的太棘手了 这是哪位粉丝宝宝问的问题 好难受啊 然后每次去练车 要练习多久 这个能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其实练车是一个比较 还是比较辛苦的事情 那跟大家上学差不多 需要早起的 对 因为赛道的开放的时间呢 是从早上到晚上天黑之前 就会结束了 对 所以时间不多 那么赛道一般开放的时间 今天是早上九点钟左右 就会有九点多 就会有第一节 这个练习的时间了 所以往前推算的话 一般赛车的话 根据住的地方的远近啊 像之前我在拍戏的时候 如果是去宁波那边赛车的话 开车要一个小时 那可能就早上六点多 七点钟就要起床了 对 就要出发了 然后出发之后 一般赛车的时长都是 九点钟到五点钟左右 大概一般是几个小时啊 九到十二三小时 九到八个小时 对 那一天其实差不多 也是有八个小时 左右的时间在练习 然后中间当然会有休息 会有看数据各方面 所以实际上跑的时间 应该在三个小时左右吧 一天 对 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一次是三个小时 可能真正上手的时间 并不是三个小时整 更多的时间是在调整状态 比方说看数据 以及一些其他的方面 对对对 看数据啊 然后每一节之间 会有一些休息的时间 包括这也算上 中午吃饭的时间 有不能太拼 对对对 中午吃个火锅 对对对 吃完火锅要干嘛 来评论区告诉我 快用洗面奶啊 对对对 是啊对不对 其实赛车的时候也是的 赛车的时候因为 会出很多汗 真的 因为赛车的车内温度 是非常高的 然后赛车服饰 因为是防火 然后其实不怎么透风的 加上头盔 一身装备 加上赛车 其实基本上 没什么空调系统可言的 当然有吹风啊 但是其实不会像 民用车这么舒服 对 所以温度是比较高的 是一身汗的 所以基本上 每次每天跑完 下来之后 我都会用这个 欧莱亚的洗面奶 去洗一下脸 对让自己清爽一下 其实还蛮重要的 对 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赛车服 它本身 因为比较密不透风 对 所以就是每个人 在去练习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经常会出现到 这种油闷的情况 对 我们的面部 甚至是很多汗 也就是都很正常的事情 对 因为里面是很闷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像我们刚刚凡所说 要用到的是 我们的欧莱亚男士的 这款洗面奶 也是我们的一个 抗痘的一个套装 它是里面有三套 那其实在我们 这个环境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电波 然后大家恰逢到 我们这个双十一 预售阶段的 这样一个 这个激励点 所以我们抓你的时间 去不要错这次机会 那同时呢 今天凡们来到现场 相信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 你们一定是非常开心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延长回答时间 延长我们的对话时间 好 大家在评论区 哇 目了目了 对 目了 真的目了 感谢主持人 好 那我们延长什么问题呢 其实今天的话 我们主要是 第一个是我们品牌 是欧莱亚男士 第二个品牌 第二个这个方向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全套的产品 从包装上来讲 以及这几年的更新换代 想问一下凡凡 就是对我们的欧莱亚男士 近几年的发展 有没有觉得很欣慰 或者是合作这么久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觉得 是彼此成就了彼此 其实我觉得 也不能 都是不能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我 首先我是非常荣幸 能够跟欧莱亚男士合作的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像你说 很小可能就知道 也会去使用 对那其实我小时候也会去 经常会去使用 然后也有想过以后 如果有一天 能不能有机会合作 然后就真的就合作成功了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是一个 让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开心的事情 然后一直以来的合作 我觉得都非常的 有默契吧 对每一次的产品 每一次的广告拍摄 每次的活动都非常的顺利 然后我也觉得 欧莱亚男士是一个 非常符合我的审美 腔调 对跟腔调跟使用各方面的一个 非常符合的一个品牌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根本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欢 我自己也会觉得非常好用 所以是确实想要推荐给大家 对去尝试去使用 真的确实是 会有好皮肤啊 反正对我皮肤还不错 好那说到皮肤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直接引申到 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好 我这边的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平时怎样保持好的状态 好的状态 我觉得 首先是心态吧 对对对 个人的心态非常重要 那其实很多事情 对 就是 看开一点啊 想开一点啊 状态就会好很多 对对对 那其实 我觉得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 人生们都充满了起伏 对 所以其实 把自己的心态放平 就会 很多事情都会没有那么的 那么的难 对 那当然 如果说是皮肤状态的话 确实是我会非常推荐大家 要用这个欧拉男士 这个洗面奶的套装 对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 会保持一个 心态也很好 状态也很好 皮肤状态也很好 就都很好 对 所以说真的就不能偷懒 就是护肤这件事情 包括洁面这件事情 真的不能偷懒 最主要是清洁 清洁 洁面不能偷懒 清洁工作一定要做好 对 而且在洗完脸之后 你要感觉整个人是清爽 立马醒了 那怎么选择呢 我们直播间 已经告诉各位答案了 那同时 我们也一定不要 等肌肤更糟糕的时候 再拯救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 为时过晚 为时过晚 就要行动 心动就要行动 各位听到了吗 各位听到 凡凡的提醒了吗 听到了吗 听到了的话 在评论区发示来 让我们看到 好了 那所以大家心动的话 赶紧去我们直播间 来抢购吧 那我们福利环节 到时候就结束了 没有回答到问题 小伙伴呢 留着你们的问题 说不定我们反反 下次在我们欧赖男士的活动中 就抽到了你的问题 是的 下次还有机会 对 那下面呢 是我们的大福利环节 为什么说是大福利环节 因为今天 在我们现场有一位特别嘉宾 要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到我们本次新品发布会现场 给我们送出超级惊喜 所以现在让我们隆重请出 巴黎欧赖亚品牌总经理 中国宁女士和吴亦凡 一起为我们带来一大波福利 有请总总 欢迎 总总 哈喽 你好 你好 又见面了 哇 衣服好好看 来和你 而且跟我们非常搭的 对对对 好 好 感谢总总来到我们的现场 三位请坐 我们三位一块坐 好 好 哇 总总你今天服装真的很中国服 韩式 中国服 对对对对 我很喜欢这种穿搭的感觉 谢谢谢谢 好看 因为樊凡是fashion的代言人 所以必须要穿着fashion一点 谢谢谢谢 那现在呢 我们也就是总总来到现场 先跟我们直播间 请的各位观众朋友 打个招呼 哈喽各位宝宝们 各位樊凡的粉丝们 大家好 我今天非常非常高兴 和樊凡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 发布我们欧莱雅男士的新品 嗯 好 那今天呢 我们也很开心请到两位嘉宾 做客我们本次的这样一个新品发布会的现场 那同时呢 我们也感谢总总 今天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这样的阐述 我们也很期待 确实 我觉得就是我们和樊凡一路合作到今天 我觉得我们非常非常开心 我记得第一次和樊凡拍广告 就拍我们的男士的那个截面 我记得就是在那个特别就是极端的环境当中 是是是对人家挺冷的 真的很冷的 然后那个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新品 那今天其实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就是樊凡代言的新品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就是截面的这一套 包括我们的早上用的和晚上用的这一套 其实樊凡你自己用过吗 当然 喜欢吗 对 非常喜欢 对 它早晚是分开的 对 有不一样的效果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通常来说呢我们会说在早上的时候你其实用黑的 因为黑的呢就是让你整天皮肤就不会出油 你看樊凡现在呢整个的皮肤状态非常的好 谢谢谢谢 然后我自己经常就是有时候出油的时候我会经常用这个 虽然很多人说哎呀你的皮肤是女生的皮肤 但是我如果需要一些极致控油的状况 对对对 我也会用这个比较就是极致控油的这个产品 是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男生会有痘痘 年轻的男生有痘痘 对对对对 所以的话晚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推荐这个红颜色的系列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会有痘痘的出身 对对对 所以我看到樊凡的皮肤说哎呀这个皮肤怎么那么好 一点痘痘都没有 我是清测是有效的 对大家可以真的去尝试一下 对对对 谢谢谢谢 嗯 那今天我们中总所为我们介绍的这个款式呢 在我们直播间有特惠 特别大的优惠 是的 所以什么优惠呢 市场价178元的套装 今天在我们活动现场最终到手 只需要95元 哇 啊 实力捧场凡凡 我要去骂了 对 我赶紧 我 很想 先不要提前话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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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加赠120元的赠品 哇哇哇哇哇 所以我们之前有折扣过这样一个折扣力度 三折左右 非常心动 力度非常之大 所以各位啊 一定不要在我们本次新品发布错过此机会 一定要留住啊 同时没有机会的话 其实凡凡今年呢 其实跟我们欧莱雅男士合作 也作为了我们的战斗合伙人 对的 没错 那今年也有和欧莱雅男士合作 对 所以特别感谢这个品牌队伍的信赖吧 我觉得是的 嗯 确实 我觉得和凡凡一路合作下来 我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认识凡凡凡好多年了 我觉得就是这种 对于那种职业的这种追求 对于那些完美的那些极致的追求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inspire我的 谢谢 所以我就说 就是我们在研发产品的时候 我也经常和我们实验室说 给凡凡代言的产品 我们一定要做到最极致 一定要真的是效果好 因为效果不好的话 凡凡肯定会说 哎呀这个产品也不够好 但是所以我们每一款产品 我们其实都是 就是要求在实验室的这个环境下面 要做到极致 各种各样的测试 包括里面的成分 都要是最好的 才可以和凡凡配的上 谢谢 对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确实是做得非常好 一直以来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对 每一次我都是清测 对 所以大家真的是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对 所以对于一些年轻的那些 那个消费者来说 包括凡凡的粉丝来说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 就是如果你皮肤上面 有一些痘痘的问题的话 其实这一套 其实是我们今年 非常非常好的一套 那它早上的时候 其实可以用这支洁面 就是洗干净 然后接下来呢 就会用这个水 然后接下来用一个乳 就是因为痘痘的问题 就在它出了痘痘之后 会有痘印 那其实用了这个三个产品之后 其实从痘痘 就是防止它产生 如果真的以前有产生的动应的话 其实也是能够非常好的 能够取出 你淡化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宗总今天在我们直播间 给我们线上的各位粉丝朋友 你们带来怎样的福利呢 刚才我们所推荐的这个套装 在我们直播间 现场领十块钱的券 然后券后只需要199元 而且我们还赠送价值219元的赠礼 宗总我们的李鲁卫生病 李鲁卫生病 我们的大吉利派哥还要高 谢谢 所以今天就是要感谢凡凡来做过直播间 才有这样的福利政策 那同时呢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买起来 那我听说除了我们产品优惠之外呢 凡凡也为粉丝准备了福利 比方说这个亲笔签名照呀 还有我们送出的这个亲笔签名的礼盒 给到各位朋友 是这个礼盒吗 对 就是我们这个礼盒 就是这个很漂亮的礼盒 宗总要不要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礼盒 它就是在当时设计的一个灵感 因为它整体是一个黑色的 就是非常男孩子 看起来很酷 是的 是的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在想 就是因为这是天猫的双11 所以呢我们就是欧赖亚男士和天猫的这个精彩盒 其实是天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IP 所以你看这个上面有一个猫头 然后因为这个产品 这个礼盒里面呢 其实有两个产品 就是一早一晚翻翻用了这个两个产品 然后呢因为我们其实欧赖亚男士一直说我们要有最好的那些实验室的那些就是support 然后有最好的ingredients 所以在整个的设计上面我们放了很多的实验室元素在里面 对 我看到了 对对对对 这个跟我们当时拍的广告片的那个场景也非常的像 是的 是的 对对对 嗯 而且我们这个礼盒它就是用了一个就是类似于银边的那种logo设计 看起来非常的高级 亮丽 然后大家就是收到礼盒的时候可以就是发到我们这个线上的一些新媒体平台上 让我们更多人看到在双十以我盖的怎样的好物好不好 让我们共同来分享 是的 而且今天凡凡也亲测也同时给我们历见了这个礼盒 所以大家专业时间来抢购吧 那同时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礼盒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当作我们今天的第一份大礼 什么大礼 凡凡的刚才的这个我们一个签名礼盒 那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宗总来给我们定个口令 定个口令 定个口令 那我觉得就叫吴亦凡加油好不好 为你们新的那个下一场赛事打call 谢谢 谢谢 吴亦凡加油好吗 大家那个粉丝宝宝们吴亦凡加油 在你们的评论区里面赶紧赶紧为我们打call 嗯 好那宗总想问一下 今天我们倒数这个事情是由宗总你们自己来做还是由我们凡凡来做 当然是我们凡凡啦 好 那我来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请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进行截屏这个事情 那我们凡凡一会儿会倒数五个数 好 倒数五个数 然后我们数到一的时候呢 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就将我们手机截屏 然后拿到我们舞台上我们当场公布 当场送出礼物好不好 嗯 好的 这个事情我很擅长 大家听好了啊 最好准备 OK 倒计时开始啊 5 4 3 2 1 1 1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截屏当中第一位完整ID 且是我们屏幕当中从上网下属第一位朋友 是哪位朋友 来 现在请工作人员将手机递到我的手上 好吧 那我过来取一下 其实我现在身体有点发抖 因为这份礼物是我们今天的大奖 对啊 而且是一份 是的 宗总我也好想要 让我们来看一下 哇 吴亦凡加油 好 来 给我们各位朋友看一下 我放大一下 在这里 恭喜我们这位叫做 盖勒氏1106 吴亦凡加油 也回答正确了 好不好 恭喜这位朋友 请你现在解评 把我们这张图片解下来之后呢 立即联系我们的客服 来领取我们这一份精彩的大礼 好不好 好 感谢你对凡凡的支持 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 对我们欧雷亚男士的长久的支持与信赖 谢谢这位朋友 谢谢您 恭喜 好 那我们这个礼物呢 其实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份礼物 我们还有一份额外的礼物 而且我们这个额外的礼物呢 是比刚才更加丰富的 更加丰富的 好不好 好 那现在呢 我们会请这个宗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礼物怎么来处理一下 那既然凡凡在这儿肯定还是凡凡来给我们发了 嗯 所以我们下面这个礼物 就是我们的这个亲笔签名照 对的 由凡凡为我们发出 好不好 好不好 那现在呢 呃我们想问一下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 哦 今天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 我们的这个签名照 对 其实我今天在我们现场没有看到 哇 这么大一张呀 哇 哇 木了 就是就是刚刚签的 哇 签的我们给各位试一下 新鲜出炉的 哇哦 哦 还有小份的 对对对对 到底是送大的还是送小的 到底送哪个 送小的是不是 啊 我们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大图 给来展示一下 哇哦 好帅 真的 我们看到这个小图 其实整个画质会更加的高清 而且上面的名字是热的 对 刚刚想 这个我可以证明的 对对对 开个玩笑 好 那这份礼物呢 我们一共有五份 同时呢 在这里我们也会邀请凡凡 来为我们抽送出 同时也是一样的 就是倒数五个数字 那当然了呢 我们这一轮当中 我们也希望 我们支持本次直播的各位朋友 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欧利亚男士 也关注我们的凡凡 在今后的日子里 让我们共同努力 所以今天其实在我们凡凡抽取之前 想问一下宗总 就是今天来到现场 今天来到上海我们的这样一个直播间的现场 对 新品发布会 我刚刚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我一般都说新品发布会 但今天是新品发布会 对 所以我们对这次活动充满了足够的期待 那同时我们也对本次双十一也充满了足够的干劲 所以请我们宗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本次双十一 作为我们欧利亚男士这边 做出了怎样的优惠和政策 或者说这个双十一 我们各位值得去购买吗 我觉得首先就是值不值得购买 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这个品一定要好 对 如果不是一个很好的品 你拿到了一个很低的价格 其实也没有必要 所以这个新呢 就是明星的新 那这个明星的新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明星的新呢 就是这个产品 它本身就是像一个Shining Star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明星产品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明星的新 就是这个 所以是由我们的那个全球代言人 来给我们做endorsement的 这样的一个明星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 问我双十一是不是值得买 我觉得第一个产品必须得好 然后第二个呢 今年的优惠力度呢 其实是我们给足了诚意 特别是今天晚上 因为那个凡凡在这儿 然后呢那个我和凡凡一块 来给大家做这个新品的发布会 那我觉得我们一定是给足诚意的 对对对 而且我们刚才那个礼盒 它赠品竟然比我的本品价格还要高 所以在我们双十一天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好不好 那同时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来这个喊一个口令 然后我们的凡凡来帮我喊听 好不好 好 好 那今天为各位准备的口令是什么呢 欧莱雅男士大麦 我来数一数 1234567 七个字 欧莱雅男士大麦 好不好 同时我们也预祝欧莱雅男士双十一大麦 那现在呢 请各位注意了 凡凡将会准备倒计时 我们将会截取这个屏幕当中 这张截图的前五位从上往下数 一 完整ID 二呢 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口令 发准 再来说一下欧莱雅男士大麦 好不好 一共是七个字 那同时呢 我们会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截一下屏 那现在呢 凡凡要做我们的倒计时准备了 好的 我来啦 大家准备好了吗 OK 来咯 5 4 3 2 1 停 好 让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这边 抓紧时间来处理一下 同时呢 我们也共同期待 我们这五位朋友 究竟是哪五位朋友 那同时要跟各位说一下 第一点呢 是要完整ID 第二点呢 是我们要在这张截图当中 从上往下数是 一四五位啊 一二三四五 那五位朋友会获得我们 凡凡的亲笔亲名照 对 哇这张照片拍的真的 太帅了 太帅了 那为什么我们选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真的整理感觉 看起来真的很好看 谢谢 反正是有点害羞 真的 当面夸 当面夸 因为我们是什么呢 因为欧莱雅男士 我们经常说是欧莱雅是型男 型男首选 那这个一定是要有型 你看从这个整个的styling上面来讲 然后包括整个的整个皮肤的复制上面来讲 都是非常有型的 是 也非常有型 我们欧莱雅男士的这样一个啊 选择的腔调 那同时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将会有请工作人员 好不好 来我看一下我们这五位朋友 究竟是哪五位朋友呢 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 天哪好像比了个 剪刀手在这里啊 让我来看一下 一二三四 哇所以是四位吗 天哪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四位朋友是哪四位朋友 第一位是 AKA 凡凡子 第二位是 乌龟饭的锅把 第三位是 哦我们第二位朋友 你 麦字没有了 没关系 我们再抽一会儿 第三位是 第二位是 可可爱爱乌鱼饭 欧莱雅男士大麦 正确 第三位是 欧莱雅男士大麦 正确是 S T U M Y H 恭喜三位朋友 下面 我们请工作人员 再来帮我们结一次屏 这也是我们反反来倒数五个数 哦好 再来一次是吗 OK好 抽取额外的两位 明白 好那来 五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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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停 哇 我们反正这边啊 重复说了好几次三 让我们看一下 这一次截屏的两位朋友 是哪两位 因为你们是幸运的 本来按照这个语速 不应该信他们的 但是呢 我们进来的时候 在这类当中 获得了我们额外的大力 哇 准备好了是吧 好的 来看一下 诶 我们这位朋友 还是没有显示出来啊 好 那我们就按照我们屏幕当中 完整的 这个我们的口令 来公布 第一位是 小吴提娜 恭喜欧莱雅男士大麦 然后第二位是 我们的大吉就万斯 欧莱雅男士大麦 好 恭喜两位朋友 恭喜你们 请及时联系我们的客服 联系我们的礼物吧 嗯 好 那今天呢 我们最后啊 这个没有中享的宝宝们 我们这个 嗯 总总 今天直播今天 既然凡凡在这 那我们要不 凡凡我们一块给粉丝们 刷一波 红包 红包是吗 这个 这个好 真的 我们平时直播的时候 是没有这种 经常红包语 都是那种非常额外的时刻才会 发爆红包语的 今天就是一个非常额外的时刻嘛 嗯 所以今天我们的高光时刻 来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 发一波 狂暴雨 哇 红包语 发一波红包语啊 那让我们三位一起来喊 321 同时我们直播间这边正式开醒我们红包语 好不好 好 同时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导播 这边我们后台红包语是OK的吗 可以啦 好 让我们共同数三个数好不好 好 来 3 2 1 红包语下次来吧 同时呢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观众朋友 各位粉丝朋友 同时也感谢 吴亦凡来到我们现场也感谢总总 谢谢 能够亲临现场 谢谢 来共同见证本次新品发布会的全部精彩内容 当然 各位 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来领取我们的红包 同时呢 在最后的时间里 我们也请两位 再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再说几句好不好 好的 谢谢各位粉丝们 也谢谢各位欧莱雅男士的忠实用户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欧莱雅男士大麦 谢谢凡凡 谢谢 对那我也觉得 首先非常谢谢欧莱雅男士的邀请 对然后呢 我也非常荣幸今天过来 对然后也很开心 整个我觉得非常的酷 今天一切 又有赛车 又有我们最新的这个新品的发布 对所以非常开心 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们吧 对支持欧莱雅男士 然后也支持我 谢谢你们 好那在最后呢 我这边突然得到了一个额外的讯息 就是我们面前这张大的海报 我们一会会在我们的电波来进行抽取 好吗 所以我们本次新品发布会结束之后呢 大家千万不要离开 去关注一下我们的电波 所有这样的内容好不好 好那在最后呢 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 清明本次新品发布会的现场 同时更要感谢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粉丝朋友 观众朋友 也希望各位能够持续的支持我们的直播间 支持我们的欧莱雅男士 持续关注双十一 给各位行男们的福利政策 不要走开 之后我们还会有限量大额券 反反签名以及红包雨的福利 在我们稍后的电波环戏当中等待各位 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